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贝勒财经 今天总体来看 市场似乎已经麻木了 近等关键数据 却在尾盘突然爆发 交易量放大 在最近一段不短的时间内 美股盘中交易变得异常安静 却在尾盘发力 这是为何呢 本质上是资金推动的 指数基金的日益壮大 是这种转变的幕后推手 这类基金通常更喜欢在收盘时封进行交易 此外还有大量的寄存机模型 也秀出了一天中最佳的交易时间 在这个时刻 他们无需推动股价上涨或者下跌 就能找到价格匹配的最佳机会 对一些交易量比较大的股票来说 这种差别带来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同样 盘中交易量的低迷 也可能让那一时段的股价变得更具波动性 这或许给了包括散户战略的投资者带来损失 这种趋势也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市场流动性的担忧 因为更多的交易量是在尾盘完成 盘中交易时段的流动性就成了问题 明天 美国将公布11月的CPI数据 如果CPI超预期 对美股不算啥好事情 如果符合预期 加息的压力将得到缓解 但经济衰退的预期又将抬头 现阶段的操作难度明显提升 我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体会了 还是那句话 多做波段不格局 追高被胖揍 低息有肉吃 期权市场 亚马逊出现了2023年10月20日到期的 行权价为75美元的抗跌期权大单 最近的亚马逊有些流年不利 在年末感恩节和2022年世界杯的多重加持之下 不少亚马逊卖家对今年黑五的期待是爆单 但黑五结束了 亚马逊却从第一的宝座掉落了 数据显示 在美国黑五网购消费者中 沃尔玛是黑五搜索最多的购物网站 亚马逊排名从去年第一跌至今年的第四 排在了沃尔玛Target之后 具体而言 美国消费者对沃尔玛黑五折扣商品的搜索量 超过了11次 同比增长了386%超过了亚马逊 随着美国经济放缓等因素 亚马逊的营收增长开始放缓 外加此前过度的扩张业务 利润不断下滑 根据今年10月底发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 截至9月底 亚马逊今年已经亏损了30亿美元 而在2011年和2020年 该公司分别录得约330亿美元和210亿美元的净利润 其北美零售部门也开始亏损 近年以来 经营亏损已达26亿美元 预计今年该部门最终将录得亏损 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 自2013年 亚马逊在财报中 披露北美零售部门的业绩以来 该部门从未出现过年度亏损 亚马逊最近的美国客户满意度指数在下降 是一个需要亚马逊领导人解决的警钟 股价的表现基本符合其基本面 目前 寒冬中的亚马逊正在寻求改变 将推出短视频带货功能Inspire 与TikTok的兴趣推荐类似 可以让消费者从精选的图片和视频中购买商品 另外 亚马逊旗下云计算部门AWS 正在推出旨在为高性能计算提供动力的新型芯片 支持天气预报和基因测序等任务 在本周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中 有人提出了一个扭转公司局面的蓝图 这是主张采取零基础的方法 即每一项举措和项目都需要从头开始进行论证 并采取残酷的资本支出合理化等步骤 最近几周 该公司一直在缩减规模 退出或取消一长串产品和服务级业务 并开始了裁减员工的进程 总之 亚马逊正在从想得更大 越多越好的精态 转向更合理化的东西 是一个在目前大的宏观环境下务实的开始 同样 在期权市场 微软出现了2023年2月17日到期 行权价为255美元的看涨期权大单 消息面上 微软考虑效仿微信 创建一款超级应用程序 整合购物 通讯 网络搜索 新闻推送和其他服务 微软高管希望这个应用程序 能够促进该公司价值数十亿美元的 广告业务和避影搜索 并吸引更多用户使用Teams消息和其他移动服务 打破苹果和谷歌对移动搜索的垄断 另外 微软在周一表示 将收购伦敦证券交易所的4%的股权 同时也获得一份长达10年的商业合作合同 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一份声明 该合作关系涉及下一代数据和分析 以及云基础设施的解决方案 不过 压在微软身上的是面临着新的反垄断诉讼 一方面是微软收购动式暴雪仪式仍未落定 上周 美国反垄断监管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 决定对这一交易提出反垄断诉讼 微软一方则表示将应诉到底 另一方面是微软的云基算业务 面临着新的反垄断诉讼 这次是来自于欧洲 近几个月以来 微软一直寻求与监管机构和竞争者磋商 并制定一套新的原则 以缓解外界的批评 新的反垄断诉讼 对微软产生何种影响目前不得而知 微软690亿收购动式暴雪的交易 目前也正在接受欧盟反垄断的审查 欧盟执法机构将在2023年3月23日之前 决定是否批准或阻止该收购交易 大家都知道 寒气逼人这四个字被反复用来形容 今年全球互联网广告市场 而TikTok却逆时成长 已经是今年唯一广告营收大幅增长的平台 随着TikTok逐渐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 和受到市场环境不景气的影响 竞争对手们备受打击 今年三季度 YouTube三年以来 其广告收入首次出现了下降 扎克伯格数次提到 将会把TikTok列为竞争对手 市场研究机构预计 最多三年 TikTok的广告营收 将超过Meta和YouTube的视频广告营收的总和 面对TikTok带来的压力 反击已经展开 不仅是推出同款 更是在政治上加大力度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国内封杀TikTok的声音四起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美国情报委员会都频频发声 近日据国会山报报道 南达科达州州长已经签署了行政令 正式封杀TikTok 将禁止州政府雇员 机构和承包商下载TikTok 或使用官方赞助的手机或计算机访问其网站 同时呼吁其他州跟进 但这次TikTok已经学聪明了 也开始不断地加大游说力度 单计游说支出不断地创出新高 对象不是监管部门 而是找到了监管部门的上级 例如美国国会两院 以及国务院 国防部 总统行政办公室和商务部等联邦机构 数据显示 近年全球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支出 竟增长了4% 远低于2021年的36% 而明年社交媒体上的广告支出 将增长7% 增多州少 博弈继续 下面来看英伟达 英伟达出现了2023年1月20到7的 行权价为200美元的看涨期权打单 业内爆出英伟达RTX4070的参数信息 被认为是催化剂 一些投资机构也表示看好 英伟达未来的业绩以及股价表现 特别是半导体库存可能基本到了顶点 股价限于价格两个季度 那这个季度的半导体股票 可能就是未来的地点 在最新的一份研究报告中调查显示 游戏业务中的绝大多数GPU库存过剩的问题 大部分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得到解决 不过可能会有一些库存留在渠道中 等待明年一季度清理完毕 鉴于企业支出趋弱 英伟达面临的逆风局势还在 英伟达的营收增长率将放缓 预计英伟达在2024财年的增长率将维持在20%左右 从估值的角度来看 英伟达不论是对比历史估值 还是横向的相对估值 这都是一个不低的数字 总之估值超同行 大幅反弹有压力 纳指100将迎来年度大调整 纳斯达克100指数作为纳斯达克的主要指数 其中科技股占其组成的55%左右 它还包含了消费类 医疗保健类 工业类和电信类的股票 目前该指数最大的组成部分是 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 特斯拉、Meta、百事公司 埃斯莫尔、博通等 其成分股均具有高科技、高成长和非金融的特点 但是这些成分股并不是固定的 又会定期调整 从调整的频率来看 成分股将在每年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收盘后 进行定期调整 此外 成分股的权重还将根据他们发行在外的股票数量 进行定期调整 调整时间是每年的3月、6月、9月、12月的第三个星期五收盘后 百度和网易将从12月16日收盘后 从纳斯达克100指数中剔除 根据纳斯达克发布的新闻稿 除了百度和网易之外 数码签名软件公司Docusign Skyworks Sprank和Match 也将从纳斯达克100指数中除名 另外在这次的年度调整行动中 电动车制造商Rivian等则会被添加到该指数 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的新成员股 上述改变将会在12月19日市场开示前生效 调整的目的就是把不行的公司剔除掉 然后掉入新崛起的公司 新纳入指数 并在一定程度上 让指数更能代表硬科技企业的整体趋势 综合来看 能待在纳斯达克指数里面的公司 都还是科技领域的巨头 由于货币政策和低位政治紧张局势 对金融市场产生了影响 而且科技公司大规模裁员 显示出了经济放缓的迹象 该指数自今年年初以来仍然下跌了约30% 在过去的五年中 纳斯100上涨了约80% 对比标普白指数的涨幅为48% 纳斯100在下季的走势转高 因为经济数据让投资者预期 美联储将开始放缓加息步伐 然而8月公布的高通胀数据 削弱了美联储放缓加息步伐的希望 市场再次转为走低 在9月22日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几点之后 该指数在10月达到了52周的跌点10440 自10月以来 美元已经走弱 年通胀率回落到了7.7% 从6月的9.1%高点加速回落 此前7月为8.5% 8月为8.3% 9月为8.2% 这加剧的市场对于美联储在11月3日 第四次加息75几点后 可能软化其利率方法的预期 目前该指数已经反弹到了 11000点水平之上 鉴于美联储有迹象表明 利率将继续上升 股市分析师们对前景持谨慎态度 但我们相信 我们处于这个熊市的后期阶段 这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胀 在未来一年内将会缓和 而且经济衰退将是温和的 美联储仍然处于紧缩模式 紧缩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滞后的 美联储和投资者可能需要时间 对通胀和经济前景有很高的信念 在我们看来 导致股票能够显示出 可持续的上升空间需要更多的时间 目前不建议追逐反弹期 如果经济出现衰退 预测该指数可能重新测试 52周的低点10440 并且底部区间将落在9000到9500点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建立风险倡口的区间 之后的预测是该指数随后可能大幅反弹 11600点 12000点直到13650点 在这中间 任何意外的低原政治事件和政府公告 可以推动市场波动 使分析师和基于算法的预测者 难以得出准确的长期预测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市场比较平静 算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吧 大家都不说话了 有人躺平了也有人装死 当然也有很多磨刀祸祸的 准备等到周三议席会议之后开始行动 股民的悲喜并不相同 但股民也有两大爱好 跌多了找利空 涨多了找利好 所以请大家继续系好安全带 股市有风险 投资需景深 感谢你与我共度时光 希望有人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